只要你要有华为手机,你就可以进Premium Lausche 我这么大个人,都没有进过Premium Lausche 真的好衰下的,很惊讶 哈喽,我是可恩 那我现在呢,就刚刚从新加坡飞回马来西亚啦 然后我现在在KLIA 然后你看我行李还拿着 我前几天看到有网友讲 只要你要有华为手机,你就可以进Premium Lausche 我这么大个人,都没有进过Premium Lausche 所以我决定现在拿着我的华为手机 去try一try,看一下是真的可以进些 到了,它就在Fight Club的对面 Plaza Premium Lausche,看到吗 进去之前哦,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要download华为VIP这个app 你download了之后,然后你就去sign up 这样什么手机可以进去这个地方了 华为P20,华为P30,Nova3,Nova4 还有Nova4e,还有Mate20,都可以的 你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有很多promotion的东西 Plaza Premium Lounge 这个这个这个 你按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QR Code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QR Code进去给它scan就可以了 Let's go 好多人呐 还要等几久 这样多人可以进去Premium Lausche 难道大家都是买华为的 我猜测过 还要Boring Pass 就是说他们其实就要看你那个华为VIP的那个QR Code之外 他们也需要看你的Boring Pass 证明你这个机场里面 我的啤酒来了 我的啤酒来了 这里啤酒是任何的 如果你很能喝酒的话,你基本来这边就赚了 Thank you 好啦,我现在去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了 基本上我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这边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有面,有饭,有粥,有中餐,有鸡餐,有甜品,有糖,水,有salad 基本上就是你想吃东西它都会有 然后饮料,任何整个冰箱里里面有什么水你都可以拿 然后啤酒,任何 另外一些酒比如红酒啊跟威士忌那种烈酒就要自己赚钱啊 那个是稍微你要自己补贴一下 其他都是免费的 然后里面有toilet 然后你望着的是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那边就是飞机 然后你就是面对着你的飞机 吃你的东西 这个真的好碎下的 很surprise耶 其实你review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是有写 你一年是可以进来五次 所以它给你五个access 你一个QRQ就只能给一个人进来 每次进来可以花三个小时 所以三个小时代表你可以吃完又吃吃完又吃 喝完又喝 喝完又喝 直到你的飞机到为止啦 好啦吃饱喝足就走人了 反正你都是给了钱的嘛 反正你都买了Hawaii手机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的话你就拿来try看喔 我这样的交流好像不对 好啦我是可恩 下次再见 拜拜 我是开箱喵 一个爱科技爱开箱爱帽的小女生